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五章 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 对于这种来说 当然是重点章节 我们需要从主观题的角度来预把握 好 对于这种来讲 主要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我们简单回忆一下 主要涉及到如下的其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 对于独立方案进行一个评价 独立方案的评价 我们的最终目的 要评价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可行与否 我们介绍了五个评价指标 还记得吗 经线值 限制指数 内涵报处理 投资回收期 以及会计报处理 这五个指标当然都要会计算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谈到了互斥方案的评价 对于互斥方案来说 那一定是独立方案评价 可行方案的就上 来进行优中选优 对于互斥方案的评价 我们用的是金线值 看效果 寿命期相同 我们就直接用金线值 在寿命期不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 是共同年限法 第二个呢 是等个年金法 是吧 好 这是方法的问题 对于解决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基础参数 需要于解决 那么涉及到基础参数 就有两 一 现金净流量 对于现金流量来说 他们一定要思路清晰啊 对于现金流量这个参数 很基础 很关键 很重要 那么现金流量 我们说啊 一个项目 我们分三个时期 不同时期 分别确定 要思路清晰 那么第二个呢 是要我们项目的 折线率的确定 及项目资本成本的确定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 直接用公司的资本成本 强定条件 风险要相同 第二个方法 才是我们的重点 可比公司法 那么 这些的β系数的卸载 这些的β系数的加载 有印象吗 有 当然有印象 那么第四个呢 那就是我们的 敏感性分析 实际上敏感性分析啊 这是不确定性分析 对于敏感性分析来说 又有两种方法 最大最小法 以及我们的敏感系数法 这不就是我们的第五章 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吗 应该说第五章啊 从前往后 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的体系 所以每年考试 大概率都会在我们的主观体当中 有所体现 下去 第一 朋友们要注意细节 尤其是涉及到综合体 那个细节特别多 资料特别烦 小心 清如今 针尖细 小心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定要注意速度 独体的速度 计算的速度 一定要提上来 否则 做不完体 第三个 一定要注意下思路 为什么把这个思路放在最后呢 实际上这个思路啊 相对来说 不是很复杂 那如果说 同学们看一些 大的题目 再看一下它的答案 你会发现 实际上它的一个思路啊 很简单 关于是有了细节忽略 我们的计算繁杂 速度提不上去 前面这两个 才是影响同学们得分的一个关键 真正的计算公式 实际上不多 计算指标 实际上也不算太多 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具体内容的复习 首先 第一部分 关于投资项目的评价方法 在这儿呢 我们看一下 重点的人回顾 及相关指标的计算 首先是独立方案 对于独立方案来说 我们涉及到五个评价指标 当然这些评价指标 故事方案当中 我们的净现实已会用 好 首先呢 第一个是净现实法 净现实NPV怎么算 来到了第二个阶段 每一位同学一定都没问题了 用未来现金金流量的现实 再减去原始投资的现实 即得到我们的净现实 净现实 是一种超额收益 超过投资人要求的一种收益 那么 当净现实大于零 项目可行 净现实等于零 项目没必要采纳 因为不改变股东财富 净现实小于零 那就是不可行 对吧 但净现实是个绝对指标 那么计算这个净现实 就会涉及到一个 折现率的问题 折现率 用项目的资本成本 好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平衡指标 叫做限制指数 限制指数 它的计算公式 未来现金金流量的现实 在除以原始投资的现实 所以限制指数大于1 说明净现实大于0 项目可行 限制指数小于1 那金线值就小于0 项目不可行 好 要来 限制指数是相利数 反映投资的效率 金线值是绝对数 反映投资的效益 或者反映投资的效果 限制指数排除了投资额的差异 但是呢 没有排除项目期限的差异 好 这是两个指标 两个指标是 一个呢 净现实 一个限制指数 复习了 下面 第三个平价的指标 内涵报酬力 内涵报酬力 现金流出的现实 等于现金流出的现实 进而计算折现力 也就是 使项目的净现实 为0的折现力 内涵报酬力啊 为啥叫内涵呢 因为计算这个指标 不需要外部引入参数 它的所有的参数 都来自于项目本身 算出来这个内涵报酬力 指的是 这个项目预期或者实际 能够 能够给投资人带来的报酬力 它的一个决策标准 如果内涵报酬力 大于投资人要求的 最低投资报酬力 及资本成本 项目当然可行 如果说小于资本成本 项目当然就不可行 好了 在这儿呢 要注意一下 对于同一个项目 进行判定 同一项目 来判定它的可行与否 净现实NPV 如果大于0 现实指数 一定大于1 内涵报酬力 一定大于投资人要求的 这个最低投资报酬力 大于它的资本成本 那么项目一定可行 就对同一个项目 进行判定 这三个动态评价指标 这种的结论 一定是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回收期法 回收期法 它的计算思路 投资引起了 未来现金金融量 累积到与原始投资额 相等所需要的时间 它代表 投资回收 所需要的年限 投资回收期越短 这个资本回收的速度 就越快 资本的周转就越快 那方案就越有利啊 咱们看一下投资回收期 它的特点 优点 计算简便 容易为决策的人所正确理解 可以大体的衡量项目的流动性和风险性 如果投资回收期比较短 说明流动性强 风险性低 缺点 静态投资回收期 忽略了时间价值 当然动态没忽略 它最主要的缺点是 顾头不顾地 对吧 只考虑回收之前的现金融量 回收之后 现金融量是怎么样的 它不再考虑 所以我们要考虑 整个项目 它的总体的盈利能力 并且硕士公司接受短期投资项目 而放弃有在内意义的长期项目 好 这是回收期 那么第五个指标呢 是会计报处理 会计报处理 它和前面的四个指标不太一样 体系不一样 基础不一样 前面四个指标都基于现金流量 而我们的会计报处理呢 我们基于的是 财务会计报表 它的计算 年平均税后经营经理润 再是一个原始投资 或者是一个平均资本占用 好了 看一下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它的优点 简便亦以理解 分子额是收益 分模式投资 亦以理解 那么用会计报表上的数据呢 就容易取得 考虑了整个项目收明器的全部利润 为啥 因为用年平均 年平均 所有的都加在一起 然后再平均 接受了采纳一个项目以后 财务报表将如何变化 所经理人员知道 业绩的预期 也便于项目的后续评价 缺点 用账面的利润 而非陷阱流量 进而呢 就忽略了折旧 对陷阱流量的影响 你都没有用陷阱流量 本来这个折旧 对陷阱流量 当然会有影响啊 有折旧抵税啊 所以你用这个指标 就忽略了折旧 对陷阱流量的影响 忽略了税后进行经理润 时间分布 对于项目 经济价值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直接相加 然后再平均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吗 没考虑 所以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护士方案的优先 对于护士方案的优先来讲 那 寿命期相等 好 那护士方案来 寿命期相等 我们就直接用净现实NPV 我们考不考虑它的投资 不考虑 不考虑投资 我们直接用NPV 那么寿命期如果不相等呢 我们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共同年限法 对于共同年限法来说 我们取得共同年限 我们是两个项目 寿命期的最小 公倍数 是吧 那共同年限法 第二个呢 是等额年限法 对于等额年限法来说 我们有三步 第一步 计算每个方案 各自的净现实NPV 第二步 计算净现实的等额年金 要用NPV 再属于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呢 均摊到每一年它的净现值 第三步 计算 计算永续净现实 那就用第二步 净现实的 等额年金 再属于一个折现力 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啊 它们的风险一样 它们的项目资本成本一样 就只需要计算到第二步 是吧 经验值的等额年金 谁大 我们就选谁 如果说两个项目 面临的风险不一样 两个项目资本成本就不一样 这样呢 我们要用永续净现实来进行一个判定 好了 那这样如此呢 我们就看一下下面 下面这个表 对于共同年金法 对于共同年金法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A项目 两年 B项目 三年 所以A项目呢 就再来两个A项目 对吧 又来个A项目 又来个A项目 B项目呢 三年后就再来个B项目 这样呢 它们的寿命期不就相等了吗 那么等额年金法呢 要算各自的净现值 算出净现值的等额年金 最后呢 算永续净现值 好了 这些啊 都是我们的基础 这些基本内容 必须搞定 搞定了 来 看一下题目啊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条题 A7年的多项选择题 说 假公司你投资一条生产线 该项目投资期限为5年 资本成本利率呢 是12% 净现值200万 下的设法当中正确的有 净现值200万 项目 可行吗 可行 净现值大于0 项目可行 那么对于这个同一个项目进行判定 净现值大于0 限制指数一定大于1 项目的内涵报处率 一定大于它的资本成本利 反正是啥 项目的折现回收期 是大于5年还是小于5年 你想 它的这个折现回收期啊 就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实 来弥补原始投资的现实 那么 5年的时间 净现值200万就说明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实 把原始投资的现实 弥补完了以后 还剩下200万的现实 说明什么 说明折现回收期 不是大于5年 而是小于5年啊 虽然必错误 讲C 会计报处率大于12% 对吗 不对 那一团说我改一改 会计报处率小于12%对吗 那也不对 为啥 注意啊 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体系下 所计算出来的指标啊 那么 我们的进线是 基于现金流量 我们的会计报处率 基于会计报表上的数据 我们的进线是 包括现实指数 包括内涵报处率 都考虑了 择救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我们的会计报处率呢 只关注利润 没有考虑择救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在两个不同的体系下 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得不出确定的结论 这道题啊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和D 继续 看下面这道单选 说 对货质方案进行优选的时候 下来说法当中正确的有 想A 投资项目评价的 限制指数法 和内涵报处率法 结论可能不一致 完全有可能不一致啊 这两者的计算思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想B 投资项目评价的 限制指数法 和内涵报处率法 结论一定一致 那当然错误 选案A正确选案B就抽 选案C 投资项目的 经验制法 和内涵报处率法的结论 可能不一致 这正确 他们一定注意 我们的前提条件是对 互斥方案进行评价 而不是对独立方案进行评价 这点 一定注意 如果说这条件我改一改 当然这条件正确答案 选A和D 选A和D 这条件我改一改 改为 如果对独立方案进行评价 就判断这个方案可行还是不可行 请问 咱又怎么选呢 独立方案进行评价 我们的选案B 要选 我们的选案C 要选 A和B不能选 对吧 所以要注意一下 它的提干 到底问的是什么 这条件问的是 互斥方案 互斥方案呢 效率的评价指标 和效果的评价指标 结论不一定一样 这件答案A和D 继续 看下面 就到去年的题目 单选 小公司有两个互斥的投资项目 M和N 期限和投资风险都不同 但都可以重置 好 首先 期限不同 就排除了直接用金线值来比较 那我们现在 不能直接用金线值来比较 只有两种 第一个呢 共同年限法 第二个呢 等额年金法 由于它的投资风险 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用 这个等额年金法 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于等额年金法来讲三步 第一步算金线值 第二步 算金线值的 这个等额年金 第三步 算永续金线值 那么什么时候要计算到第三步啊 他们的择限率不一样 就计算到第三步 由于投资风险不一样 所以项目的资本成本不一样 在项目资本成本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永续金线值来判定 哪个项目好 哪个项目不好 所以 选项B 这是要提到正确的答案 判定M项目 U与N项目 我们用永续金线值来进行判定 选B 继续 看下面这道单选题 某项目原始投资的11百万 建造7百零 另一期五年 每年进现金流量32万 则该项目的内涵爆出率是多少 来我们简单算一算 首先 对这道题目来说 实际上难度不算太大 每年的进现流量都是32万 建造7百零为0 所以32万 再成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则限率 而7数是57 这啥 这是未来现金进流量的限制 减7元首投资的限制 就是我们的进现值 NPV NPV刚好又等于0 是吧 你通过计算 来事物内插 最终得到它的内涵爆出率 选B 看下面单选题 说 某项目 财务现金流量表 它的一个相关数据如下所示 它的静态投资回答期 数多少年呢 010点出去了800万 110点呢 又出去了1000万 好 实际上对这个项目来说 建设期 就为1年 然后呢 它把累计现金融量 都从中算出来了 这现金融量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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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到第四年年末 还没有弥补回来原来的原始投资了 但是到第五年的年末呢 弥补完了 还有剩余 所以我们呢 近代投资回答期 一定是4点几年 一定是4点几年 到底是4点几年 第四年 还有个小尾巴 200万 第五年 能够回来 600万 所以这个小尾巴 就只需要用 第五年的三分之一年 就能搞定 所以它的近代投资回答期 那不就是4点33年吗 这有答案 不能错啊 这样的题目不能错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单选题 说 某投资项目 需要一世纪投资固定资产 是一千万 当年即投资经营 可用五年 预计无产值 投资以后呢 各年税后进行净利润 是300万 税后经营净利润300万 资本成本率10% 好了 请问 它的动态投资回答期 是多少年 那么对于这条题目来讲 首先我们要确定 在营业期 营业现金 毛流量是多少 咋算 营业现金毛流量 我们后面会复语到 我们在技术阶段 也学过 三个基础公式 对吧 其中第二个基础公式 税后经营净利润 再加非复线呢 在这条题目当中 我们的非复线 就只有 爱这个固定资产的拯救 那么 他没有说这个拯救方法 我们就默认为 直线法 具体拯救 这样呢 可用五年 没有产值 每年的拯救 就是二百万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 算出 营业现金流量 就应该是 三百万的税后 经营净利润 加上二百万的 非复线 再呢 营业现金 毛流量 五百万 应该现金流量出来了 那你再一看 资本成本利为百分之十 我们假设 它的动态投资回头期为N 来 可不可以这样来 五百再乘一个 宁金限制系数 则限率百分之十 期数为N期 那么 它刚好就能够弥补 我们的原始投资的现实 多少一次性投资 现在就投一千万 这样呢 对于这个系数来说 对于这个系数来说 就等于2 现在根据告诉的 已知条件 这两个系数 一个比2大一点点 一个比2小于溜溜 来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个 进行个劣势了 怎么劣势呢 来 假设 动态投资回头期是N N-2 再数一个3-2 就等于 与子对那系数 N对那系数 刚才对那是2 现在的地方 两期对那系数 1.735 再数以 三期对那系数 多少 2.4869 再减去 两期对那系数 1.735 对 可以了 这种算出来 正有答案 选择选项B 在2和3之间 继续 看下面这条题 单选 说 以示范投资项目 与其数 一次性投入 现金100万 项目支付成本率 是10% 建设期为0 项目投资后 每年可以产生 等额的 永续现金能量 如果该项目的 内涵报酬率 是20% 其 净现实应该是多少 你要计算净现实 我们首先就要计算 每一年产生的 这个现金能量 他说每一年 都产生等额的 现金能量 我们假设这个 等到现金能量 是X 我们现在用这个 内涵报酬率 20% 做折现率 算它的 进限值 怎么算 怎么算 来 我们假设 未来的现金能量 是X 由于它可以永续 再出于 折现率 20% 这是未来 现金金能量的 现实 再减去原始 投资额的现实 那不就是 现在投资的 100万吗 就等于 我们的 净现实 由于用 内涵报酬率 做折现率 净现实 一定等于 这样呢 我们未来 每一年的 现金金能量 就能够确定 出来 20万 每一年 现金能量 不就是 确定出来了吗 现在 再计算 它的进限值 进限值的计算 用什么做 折现率 对了 用项目资本 成本做 折现率 所以 20万 再出一个 10% 减去原始 投资的 限值 1000万 这样呢 得到 100万 总是想到 1000万 100万 这样呢 得到我们 目前的进限值 那不就是 100万吗 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C 行那 就是稍微 跟他们转了个温 下面这要题 多项选择题 说 投资项目 评价的 会计报酬率法 它的 优点用理性 我们用 会计报为上的数据 所以 概念 予以理解 数据 取得容易 对吧 分者是收益 分者是投资 两者一相处 那不是我们的一种 报酬率 收益率吗 考虑了择救 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错 他就没有用现金流量 所以 择救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他压缸 就没有考虑到 选项C 考虑了整个项目 数据经历 全部利润 对的 因为我们的分子 用的是 年 平均 税后 经营经历认 平均嘛 所有都考虑 选项D 考虑了税后 经营经历认的 时间分布 对于 项目经济 价值的影响 考虑了吗 没有 没有考虑 实际时间价值的问题 我们把 所有的 税后 经营经历认 都加在一起了 没有考虑 实际时间价值的问题 所以这要求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 A和C 继续 看下面 再到单线里 说 在设备更换 不改变生产能力 其 新旧设备 未来使用年线 不同的情况下 固定资产的 更新决策 选择的方法是什么 不改变生产能力 说明 他们的收入不变 既然收入不变 我们就只需要考虑成本 对吧 要考虑成本 那么 成本下 考虑成本 当然我们考虑成本的现实 又会面临两种情况 一 寿命期 相同的情况下 考虑成本总限制 就行了 在寿命期 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考虑的是 年 平均成本 就在 成本总限制的 就上 再属于一个 年均限制系数 是吧 他说 未来的 使用年线 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 就能考虑 平均 年成本 选C 选C 继续 看下面 再到多选 说 现在有A和B 两个互持项目 A项目的经验值 20万 择限率10% 期限为4年 B项目的经验值 是30万 择限率12% 期限为6年 在使用 共同年限法 确定两个项目 优劣的时候 下载数法当中 正确的效用 一个是 4年 一个是6年 请问 他们的共同年限 你确定为多少年 最小公备数 那么就是12吗 对吧 最小公备数 那就是12 好了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从事以后的经验值 怎么算 先看A项目 对于A项目来说 从事以后 12年的经验值 应该这样算 现在前面 一个4年 它的经验值是20万 再加上 第5年到第8年 5 6 7 8 8年 这4年的经验值 在第5年的年初 及第4年的年末 依然是20万 再乘一个 负务力限制系数 是吧 择限率 7% 4 7 再加上 还有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第12年 还有一个A项目 那么 最后那4年 那个A项目 它的经验值 在第9年的年初 及第8年的年末 多少 20万 再乘一个 负务力限制系数 得限率 10% 7数呢 是87 好 这是重置以后 A项目的经验值 那重置以后 B项目的经验值呢 它是6年时间 所以只需要重置一次 前面6年 第1个B项目 经验值30万 后面6年 第2个B项目 它的经验值 在第7年的年初 及第6年的年末 经验值 还是30万 把它往前折现 再乘一个 负力限制系数 折现率 别忘记 A B两个项目的 折现率不一样 B项目的折现率 是12% 往前 往前折6期 那么这样呢 我们算出 两个项目 它们的一个 它们的一个 共同年限法下 它们的一个经验值 12年的一个经验值 最终呢 这个 A项目算了正确 B项目 我算算啊 B项目 30 再加上30 除以 1.12 到60方 算出来 应该是 45.20 45.20 这样呢 我们选C不对 那你一看 A项目重置以后 12年 42.99 B项目重置以后 12年45.20 所以我们选B项目 D正确 这里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B和D 好 看下面这要题 21年 多选题 说 对于两个 没有考虚 没有考虑通货膨胀 导致重置成本上升 没考虑 现在这台设备100万 是吧 4年后 8年后 那还是100万吗 不是了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 就假装 几年后 再重置 他哪个 重置成本 都是100万 为考虑项目的重置 当然考虑了项目的重置 对吧 那我们主要考虑的就是项目的重置 所以这要题 正确答案 A B C 下面 我们看一下主办题 看下面这道 相对比较简单一丢丢 所以某企业 你进行一项固定资产的投资 寿命期为6年 这个寿命期特别强调 分别投资期 营业期 终结期 三个时期 在这儿呢 把前面两个时期 投资期和营业期 这两个时期的现金流量 放在这儿 在其他资料当中 又告诉了 终结期的现金金流量 限值为100万 看它的要求 那要求很简单 就基本参数的一个计算 首先填表 这个表当中 有ABCD四个数据 把它填列出来 我们看一下A A是第二年年末 它的累计现金流量 简单不 很简单 就用第一年年末 累计的负了2000 加上第二年又产生了100 所以呢 我们这个A 就负了2000 加100 等于负的1900 会不会出来了吗 那么接下来B呢 B 这是第四年 它的现金金流量 那你看 第三年年末 累计的现金金流量 是900 再加上了这个B以后呢 得到第四年年末 累计的现金金流量 900 这样B 马上就出来 等于1800 A和B 就这样搞定了 A和B 搞定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C C 别着急 我们先看D 那你看 D 再加上 我们第三年年末 现金金流量的现实 839.6 这就等于 第三年年末 累计的 现金的现实 负的1014.8 你反手 是不是要把D 给算出来了 好 这样就把D算出来 D算出来以后 我们的C 就好算了 那你看 第二年年末 现金的累计 负的1943.4 再加上C 不就等于 已经求出来的D吗 那C 就到退出来了 三业团说 能不能直接算C 可以 你可以直接算 那么C是什么呀 C 它是第二年年末 这100万 现金金金流量的现实 要计算它的现实 要乘一个 乘一个负利 现的系数 折现率 不知道 系数为两期 那折现率 到底是多少 那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 把这个折现率 给搞定 来 我们来看看 现在 我们这个C 应该等于100 再除以 1加这个折现率 假设是R 得二十方 就会求它的现实了吗 咱再也看 咱第一年 第一年 负的这个1000 算出来的现实是这个 那是不是 我们算出来的现实 负的943.4 就等于 负的1000 再除一个 1加折现率 往前折一期 当然这样 把1加 折现率 能不能算出来 算出来后 C 给它一个平方 做分率 OK了吗 这样呢 C和D 就能够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算 四个指标 近代投资回收期 东代投资回收期 当然后面 还有两个指标 那么近代投资回收期 怎么看 我们就看这 累计现金 进流量 这个地方 还是负的 这个地方 已经变为证数了 说明 我们的近代投资回收期 一定是三点几年 三点几年呢 第三年的年末 还有九百万没回来 第四年呢 回来了一千八 就等于三点五年 那么动代投资回收期呢 那你一看 在这个地方 第三年年末 还有这么多没回来 第四年呢 回来了 还有胜利 所以它的动代投资回收期 也是三点几年 三加上 1014.8 再除以 第四年 它的限时 1425.8 而静态和动态都算出来 当然 动态投资回收期 应该比静态投资回收期 要大 三明 我们也就算近现实 近现实怎么算 把所有的现金流量 给它算现实 然后呢 也相加 现金流出代负号 现金流出代增号 那你一看 投资期 营业期 它的现金流量的现实 都已经有了 还差了一个时期 对了 还差我们的终结点 终结点前面说 终结点的现金流量 限制是100万 建立此 我们的近现实 NPV 就应该等于 应该等于 投资期 营业期 它的现金 进入量的现实 1863.5 再加上终结点 现金金流量的现实 也加起来 1963.3 近现实 NPV OK了 搞定了 下面 我们要算限制指数 限制指数 怎么算呢 好 刚才我们说 近现实 NPV 等于 1963.3万 那告诉我 原始投资的 限制是多少 那原始投资 在这个地方 不就投资期发生吗 那么 明始点 出去了1000 明始点 出去了1000 两者的限制之和 不就是 1943.4吗 所以 原始投资的 限制 1943.4 那么 限制指数 能搞定不 可以 限制指数 等于 未来现金 近流量的现实 再出于 原始投资的现实 原始投资呢 1943.4 未来现金 近流量的现实 好 在这呢 我稍微 一转弯 我不写 朋友们跟上思路 未来现金 近流量的现实 减 原始投资的现实 就等于 近现实 既然如此 未来现金 近流量的现实 这不就等于 近现实 再加 原始投资的现实 你把公式 写出来 一倒 所以 未来现金 近流量的现实 就用 原始投资的现实 1943.4 再加上 近现实 1963.3 行了 现实指数 这就出来了 好了 这个现实指数啊 现实指数是没有单位的 这个年不对啊 现实指数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 那两则相比 你看 分子4万元 分母4万元 一约约掉了 嗯 这个年这个单位不对啊 没有单位 又去掉 好了 这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这的小题目 下面 跟上思路 咱 看到综合体 F公司 税加从事多元化 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最近三年 净资产税率平均 超过了10% 营业现金流量呢 保持较高的水平 F公司董事会 为了开拓新的业务正常点 分散经营风险 决定实施多元化 投资战略 好了 下面呢 告诉了一系列相关条件 我就不再念了 这条件确实很多 所以要求同学们 在有限的时间 分析条件 计算出正确的答案 好 往下走 看他的要求 他的要求 干据以上资料 完成1234 第一个 计算项目资本成本 第二个 计算项目的初始投资 第三个 计算项目投资后 各年的进线进入量 第四个 运用进线设法 来评价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所以我们最终 要算这个进线设 好了 跟上思路 我边分析题目资料 边来解决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 计算项目资本成本 计算项目资本成本 从本质上来说 它还是一个加权 那么 它有债务资金 当然也有股权资本 好 那把这两部分加权 好 看下面的六和七 两个资料 说新项目投资以后 净负债 它的资本 占总体资本的60% 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是8% 那么加权 首先它的资本结构 有了 那资本结构有了 两种资本的权重 不就有了吗 净债务资本 占60% 股权资本又占40% 那么 最后的债务资本成本 也有了 现在缺什么 缺 股权资本成本 他说现在 我们用可比公司法 可比公司 白他权益为2 净负债 比股东权益为1比1 那你看 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 和我们新项目的资本结构 那就不一样了 公司所得税税率25% 又告诉了后面的相关参数 下面我们进行加权 那到底如何算 如何算 来 我们同学们劣势 跟上思路走 首先 我们净债务 在新项目当中 它的权重60% 再乘以 税后债务资本成本8% 告诉税后了 你不要再乘以1.25%了 再加上 股权资本就占40% 再乘以 再乘以 股权资本成本 再乘以用资本资本的量模型 无分线收益率高出8% 再加上 白他系数 再乘以 平均收益率15.2% 再减去 无分线收益率8% 这样就算出来了 对吧 人家说没有 确实没有 这个地方的白他系数 我们现在就需要 对他进行处理 所以第二步 我们 把这个资本结构 给他换算一下 我们首先 对于可比公司做处理 卸载 可比公司的财务更改 但在这个地方 二十年叫财 把原来的财务更改 改为净财务更改 卸载怎么卸载呢 我们卸载的对象 是可比公司 所以可比公司的 别他值 二 再除以 一加上 一减25% 对于我们的可比公司 和我们的项目来说 税率都是25% 再乘以 可比公司的 净财务更改 净负载 比股东全盈 那一比一 这样呢 卸载出来 就得到 我们的 别他资产 不包含财务风险的 别他值 算出来后 应该是 1.1429 1.1429 好了 下面呢 第二步 要加载 加载谁 加载我们 目标项目 它的什么结构 在别他资产的基础上呢 1.1429的基础上 加载呢 一定是乘以 1加上 1减25% 乘以目标项目的 净财务更改 它的净负债 占60% 那么股东全盈 就占40% 对吧 这样呢 我们得出来 这个目标项目 它的别他全盈 等于2.48 2.48多少 2.4 我还看 看一下答案吧 记不住了 2.4287 2.4287 2.4287 哎 还是看一下这个单 那这样呢 我们2.4287 代入刚才我们这个式子当中 那我们的项目的 加转平行资本成本 是不是搞定了 就搞定了 这样呢 项目的资本成本 最终就算出来 经过A系列的加权 得到 看下面 得到15% 那同学们 算出这个15% 基本上心中一喜 为啥 那你算出来是14% 怎么887 666 哎呦 你心里面咯噔一下 算出来是个整数 好 方便我们后续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 计算项目的初始投资 那请问 这个初始投资 是正还是负啊 一定是正 不是算现金流量 算现金流量 是现金流出 那当然是负 对吧 那人家问的是 初始投资 应该是用正号来表述 来我们看看 下面的相关资料 说18年年底啊 将资讯公司 支付了100万元的资讯费 后该项目被搁置 这需要考虑吗 不考虑 这啥 这是沉默成本 项目决策 咱们不考虑它 下面 设备工程 预计要投资3000万 这当然要考虑呀 这3000万考虑 下面 利用现有的闲置厂房 那如果不用的话 也不允许出租 或者出售 对它不考虑 决策的无关因素 下面 使用前进行一次装修 3年后再进行一次装修 每次装修费是300万 这300万可不考虑 当然要考虑呀 下面 营运资本 特别注意 对营运资本来说 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投资的现金400万 这当然是营运资本 第二部分 是 这部分原材料 对于材料来说 我们本来想卖 那么 税法规定 它的账面价值是120万 目前的市场价值呢 是60万 那请问 在这地方 你考虑60万 还是120万 你考虑哪一个 都不太全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材料假装卖 一卖就能卖60万 但我们注意 税法规定 它是120万 这不就卖亏了 卖亏了 卖亏了就抵税 所以亏了60万 乘以25% 前面呢 有一个是抵税 加 这样就得到75万 也就是说 现在我卖这个原材料 咋一卖呀 就能获得现金金流入75万 那我问你 卖没卖 这个项目 如果上码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卖呀 不会卖 就丧失了 这75万的现金流入 作为它的一个投资 所以电子的营运资金 475万 当然在这个地方 为了简化计算 他说 假设六年后 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 它的变现价值 和账面价值 和现在一样 所以到时候 我们回收的营运资本 还是材料这部分75万 还是材料这部分75万 好了 那既然这样 我现在打钩的地方 打钩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临时点 叫投资额 有 亿计投资3000 再加上装修费300 再加上我们电子的营运资本 475 加起来多少 那应该是3775万 作为临时点的投资额 算出来多少 来看看下面 3775 对了 下面 要计算 项目投资后 各年的 净现金流量 每一年咱都要算 那么 后面呢 我们要计算进现值 他说的是 投资以后算个年的 我们干脆啊 顺带的 就把零时点 给他也表示出来 那么零时点 NCF0 请同名告诉我多少 负的3775 这算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前面才是负号啊 算投资额前面可没有负号 好 好 下面 跟上我的思路 我们来确定 投资以后 他说 整个项目期 是6年 他的现金流量 应该怎么算呢 就算在后面 我们会复习的 当然在技术阶段 我已经谈了过 在我们的营业期 要计算 营业现金 毛流量 营业现金毛流量 是 税后收入 再减 税后负现 再加 非负现的 底税 这是我们计算 营业现金毛流量的 公式三 这公式相当重要 非常重要 不要看 就是我们三项 好了 下面 跟着我的思路走 我们说第一年了 他就开始 进行 增长经营了 那么第一年 他的非 负现有哪些 他的非负现 一 固定资产的折旧 二 我们这个地方 装修费的摊销 因为装修费 在收入期 要平均摊销 所以 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 计算我们的折旧 对于折旧来说 税法规定 使用多少年呢 税法规定 折旧年限为四年 四年 直线法 继续折旧 残制率 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把折旧 算出来 三千万 再乘以 一减百分之十的 残制率 再除以四 这样呢 我们的 每年的折旧 就算出来 多少 来看看 每年的折旧 六百七十五万 那么各年 装修费的摊销 那一百万 这很好算 三年干一次 每年摊销一百万 好了 这两个基础数据 搞定以后 走 跟上我的思路 首先 第一年到第二年 NCF一到二 就第一年和第二年 它的现金金融量 怎么算 税后收入 减税后付现 加非付现的抵税 每年的收入多少 三千三百万 企业所得税税率 前面高数 百分之二十五 税后收入 减 每年付现成本两千万 再乘一个 一减百分之二十五 税后付现 再加 非付现的抵税 非付现有多少 付现有多少 刚才不算出来了吗 一 折旧 六百七十五 二 摊销 一百 所以非付现 七百七十五万 再乘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好了 朋友们 算出来 那得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等于多少 我就看一下答案 好 等于 1168.75 就等于 1168.75 往下走 下面 NCF3 对于NCF3来说 又发生了什么事了 第三年年末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和前面两年不一样吗 是的 不一样 第三年年末 又要进行 又要进行大修啊 是吧 那么大修的话 他要摊销 所以第三年年末呢 我们在前面两年 现金金融元就上 1168.75的就上 再减去 哎 我们大修了三百 这三百啊 哎 千万不要考虑税后 为啥 因为后面 三年要摊销啊 我们把它资本化了 所以算出来 这应该是 868.75 当然 诶 平时做题啊 这个尽量的 尽量的养生个好习惯 这个单位要带上 那么下来 NCF4呢 第四年的年末 和前面 哎 第一年第二年 那也是一样的了 是吧 1168.75 1168.75 和前面一样 我们固定资产的 折旧依然有 哎 这个修理费的摊销 啊 依然有 下面 NCF5 和前面就不一样 为啥不一样 因为 还记得吗 我们固定资产的折旧 只折四年 第五年就没了 所以 675 这项非复线 在第五年 已经没了 当然 前面的销售收入 还是有的 负现成本 还是有的 所以 3300 再乘一个 0.75 这个0.75 一减25% 我就直接写0.75 考试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这样写 3300 再乘一个0.75 一减25% 再减去 2000 乘以0.75 再加上 我们只有 修理费的摊销 100 再乘一个0.25 这样呢 NCF5 我看一下答案啊 第五年年末 第五年年末 它的现金的年代 就是1000万 刚好等于1000万 好了 1000万 那么接下来 还有 还有点空间 我来写一下 NCF6 NCF6 就来到最后一年 首先 营业现金 毛流量 它还是有的 它和前面的 这个第五年是一样 那营业现金 毛流量是有的 1000万 但是 再次就上呢 我们来到了终结点 这终结点 有两部分现金回流 一 电子的营运资本 二 固定资产的处置 电子的营运资本 前面电了多少 475万 现在呢 我们收回来 第二部分 就要看一下这个固定资产 对于这个固定资产来说 他说啊 固定资产使用 是6年 没有残值 就6年 你处理 这个固定资产 是没有残值 但是 税法规定 第六年年末 有没有残值啊 有 它的残值是300万 所以税法规定 它是300万 但是呢 我们除了这数 一分钱都卖不了 基于一次 基于一次 在这个地方 就会涉及到 处置损失的 抵税 抵多少 300 这是我们的损失 再乘一个25% 这样呢 第六年年末 它的现金金融量 这不就有了吗 好 这样 123456 这6年 每年年末的 现金金融量 都有了 好 第四个要求 就水到渠存 营证而解 用竞见识法 来评价 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我们用前面 第一个问 计算出来的 折现率 15% 用第三个问 计算出 每个死点 它的现金金融量 然后你把它 一一的予以折现 最终这个 竞见识就出来了 竞见识出来以后呢 多少 531.80 这没有完 对于这道题目来说 还需要加一句 因 净现是NTV 大于0 所以项目可行 这个结论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这个结论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这道题 就到此结束